阿富汗的局勢仍然相當混亂 要逃亡 去這個黑布爾機場 離開的人很多 你見到那些畫面都是非常震撼和令人不安的 比如爸爸媽媽把嬰兒交給美軍 希望帶去安全的地方 那些畫面是不止一個 有幾宗都是這樣 去到一個 這樣的境地 無論如何 都要離開 自己走不了 寶寶都要走 可能會隨時骨肉分離 為什麼這樣做 可見這個政權對於阿富汗人民來說 是相當恐怖的 確實是一個恐怖主義組織 大家都知道塔利班 其中一個領導 叫做 哈卡尼 最近就出現在這個首都 在這個黑布爾那裡招搖過市 不過 曾幾何時他被美國 懸紅500萬美金 要拿他的人頭 列為 頭號通緝的恐怖分子 他就出現在黑布爾也在清真寺發表講話 換句話來說 塔利班這個政府 看來 覺得 自己這個權力是相當穩固的 但是他是不是好像20年前一樣呢 還是好像中國那樣說 他已經改過自新的 完全跟以前不同了 看來呢 譬如說他口講那一套和實際做那一套真是很不同 口講就說 希望那些人不要走 不過他就不會阻止人走 不過 封了他這個機場的路 也都說平等對待婦女 亦都不少個個案出來 說有些婦女是被 一樣有被殺害 普通平民也有被殺害 大家知道20年前他掌權的時候 其實是對於很多西方的東西 即使不是西方都好 譬如舉個例 這個 女生是不可以上學的 不可以接受教育的 不可以做生意的 出街要男人 在一起才行 這些政策 那會不會重新實施呢 對於很多人來說是很擔心的 譬如我看見一個例子 在這個音樂學院那裏學士是琴的 學了幾年了已經 現在全家學校的人 幾乎要將樂器打爛了 因為特利班 以前是不准有音樂的 不准有西方的音樂 這些情況會不會 在阿富汗重現呢 這也是很令人擔心的地方 但是他確實跟以前不同 他跟20年前都是很不同 剛剛我看這個新聞 他發表了 即特利班就發表了一個圖片 那圖片是怎樣的呢 是一班特利班的武裝分子 穿著美軍的服飾 美軍的服飾 手持美軍的M4的步槍 然後高舉這個特利班的旗幟 就插在一個土地 舉著他然後想插旗 那個畫面就同 二戰的時候 二戰的時候美軍在一個流氓島升起 美國國旗的情況是 一模一樣的 幾乎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 你發覺到他是 很懂得用這個社交媒體來做宣傳 即是現在說 我回來了 我已經重新掌權了 告訴大家 他 因為今天的阿富汗 即是和20年前不同 今天阿富汗都是一個網絡世界來的 四肢就已經是 覆蓋了 幾乎 阿富汗的所有的城市 那 所以他們以前當然不會用互聯網 現在就用很多互聯網 包括用這個Twitter 包括用這些用來做宣傳 所以 你看得到他們那個 宣傳的手法是 相當現代的 有三個 有三個塔利班的武裝分子 穿著美軍的軍服 頭盔上面 就有那些高清鏡頭 那些叫做戰術頭盔 你看起來也看得多 即是 你在現場 採取行動的時候 做一個operation的時候 在華盛頓 那些 將軍 總統 什麼副總統 什麼 幕僚長 國防部長 全部都看著全個畫面 通過衛星 去殺 拉登 當時也是這樣做 一個戰術的頭盔 有一個人在 軍服 是美式的 那可能是不是 塔利班的政府軍 賣了給 把那些裝備賣了 或者換錢 賣了給 這個 阿富汗的政府軍 將那些裝備賣了給塔利班 那三個人 三個人就很努力 他有一枝白底黑字的旗 大家知道塔利班的旗就是白底黑字的 這個 這個 這個美軍在這個硫磺島二戰的時候 在硫磺島 豎起的美國的旗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班塔利班的軍人是什麼人來的呢 是一個精銳部隊叫做巴德爾三一三營 他穿著這個迷彩軍服 戰術佩心頭盔軍香 美式步槍 就做了一條影片 跟全門限中的白利 塔利班戰士是 很不同的 戴著頭巾 長鬍鬍那些 就是很不同的 那是不是他用這個來宣傳 所以 他給人的感覺就是 你看得到他 他回到這個核武院沒多久已經做了很多 不同的宣傳 比如接受這個 阿富汗的一個私營的電視台 一個女士的訪問 這裡很破天荒 出來開記者會 接受這個中國的環球的這個電視的訪問等等 做很多的宣傳 這個都是一個宣傳的其中一種 告訴大家 我已經跟以前不同的了 所以這個說法就不單止 塔利班自己拼命去做 中國也跟他做背書 中國 在 他的主流媒體那裏 包括那些官員 那個口徑都說 塔利班跟以前不同了 譬如華春瑩的說法就是 他說結束阿富汗的多年戰亂實現和平 既是三千多萬阿富汗人民的一致深色 亦都是國際社會和地區國家的共同期盼 華春瑩說歡迎塔利班 然後環球時報就說塔利班是一個溫和的組織 政府應該向塔利班 這個港亞富汗政府和平移交權力 高度贊成塔利班武裝分子 變得溫和 在攻城落地的過程裏面會有出現大規模的災難 這個說法 AM730的 這個老闆施敏青 是完全同意這個說法的 就是說塔利班跟以前已經不同了 但是我不知道 這一類人 包括環球時報 包括AM730 老闆講這些說話的時候 有沒有眼看到 為什麼那麼多人要走 為什麼仍然有 有些平雲被射殺 為什麼仍然是阻礙人離開 為什麼那麼多婦女那麼害怕 為什麼也有不少個個案出來說婦女是受到 侵犯等等 今天是不是跟以往真的不同了呢 這一點 不只是說你 宣傳就可以了 不只是說自己做形象就可以了 其實眼看得到 那些畫面 好了 有另一件事我覺得一定要說 脆脆地要說出來 就說誰呢 大家 我本來都不太認識的 這個大馬的歌手 叫做黃明志 黃明志 我都看過他一兩次在電視上出現 不知道有一次 是不是這個 香港電影金像獎都請過他來做表演嘉賓 他是一個 流行學的歌手 都很勁的 音樂我就不太懂了 當然 就是馬來西亞的 曾幾何時有很多 爭議的事件 但是他最大的爭議就是 作為一個歌手他對政治是很關心 不單止對馬來西亞的政治很關心 對香港的政治都很關心 對中國大陸的政治都很關心 他在大陸 亦都有相當的歌迷 很多的關心之外 亦都有很多的評語 很多的批判 引起很大的爭議 他在馬來西亞都曾經試過 被警察抓過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去 Youtube看看那些歌 黃明志 姓黃的大肚王 江下王 光明的明 志向的志 為什麼要說他呢 和我今天這個話題有什麼關係呢 他在這個微博 黃明志這個微博 寫了一段 說話最後就是被這個微博封殺了 說了什麼 很過癮的 很好玩的 他說 現在的塔利班要讓阿富汗穩定下泥 必須要做以下幾個措施 不知幾個 很多個 八個 第1 第1是什麼呢 封鎖Facebook YouTube Google 這些邪惡的網絡媒體 不要讓國民 跟外界有任何交流 第2 成立自己的官方新聞網站 製作自己的通訊軟體 和社交App 長期播放官方新聞 告訴人民知道 那些批評 他們不好的 是外國媒體 都是邪惡境外勢力 都是假新聞 不要看呀 第3 打造塔利班領袖的 巨型雕像 放在總統府門口 在街上 到處貼這個標語 在學校裏面 給學生做洗腦教育 告訴人民 塔利班的領導 有多偉大 第4 鼓吹國民翻牆到外網出征的別人 出征別人 只要有人批評他們政府那裏做得不好的話 就去留言 別人是 欲亞分子 反亞青蛙 NMSL 尼媽時 OK 第5 國慶日的時候 花大錢 成一堆外國人 來為他們的慶典上唱 我的亞國 沒有塔利班 沒有新阿富汗 等等愛國歌曲 是不是很好玩 第6 國民只要對政府有任何不滿 就馬上 就起一棟 類似的監獄 但不能 對外說是監獄的地方 將那些有自主思想的人 運了進去再教育 然後請境外媒體來拍攝 然後就迫那些囚犯表現得很開心的樣子 平時就強迫那些囚犯種西瓜 將西瓜出口到外國賺外匯 第7 開拍一堆外國電影給國民看 譬如 戰亞 戰亞2 讓阿富汗人民 認為自己很強 外國人都是黃白旦 第8 花錢請網紅怕些 美國擊外了 俄羅斯坐不住了 此生不悔入 阿富汗之類的影片給自己人看 順便轉載在 在外網頓進行 大外宣 做很多方法 已經無力打下去了 歡迎大家留言提供 我會整理 然後翻譯成阿富汗 人看得懂的語文 然後寄給 泰雷班參考 只要泰雷班按照我們的方法做 一定在三年裏 超英改美 這位 王榮志寫了一段 最後就很快被封了 被封之後 當然有很多個網友都 有些留言 有些說法 你洩露國家機密 有些說 這麼好的提議 為什麼你免費提供的 這段事就 明白就明白 是吧 大家看明白就明白 看不明白就算數 有些說法 出來為什麼會 微博 突然間封了他 當然是因為 似曾相識 那麼好熟口熟面 為什麼不知在說誰呢 現在 局勢 還不太明朗 究竟 中國 會什麼時候正式承認 我相信 在中國的 這個政策來講 都不會 突然之間要帶頭承認 這個塔利班的這個政府 什麼時候承認呢 他的亂局什麼時候會結束呢 中國這個大外宣 一直都說 這個 這個塔利班已經改過自身了 跟20年前很不同的了 這些這樣的宣傳 每天都在 爆破 究竟 有些 說法就是 大家知道了 烏龜揹著蠍子過河 最後都是 撲死 烏龜 為什麼 因為蠍子的性格 是要 整死 整死人 是要刺人 是要令到人中毒 這種情況 一樣是會發生在這個 頭皮班的身上 那麼究竟 這個亂局到什麼時候才結束呢 這個大家都 有很多 可能都有很多疑問 不過 王明志的這個 我認為都 寫得相當過癮的這個 潮文 當然有些人已經 卡了圖 繼續在網上流傳 我想 中國的用戶 看完這個微博之後 大家都會有 回心的微笑 沒有的了 那麼就另一個 我覺得也都值得討論 這麼說的話題 很多人都說的 我都無謂在這裏 班門同步 今天阿富汗 明天 是不是台灣呢 這個題目其實是很值得去討論的 也都可以很值得花很多個篇幅 或者我這裏 略講 小小 其實 如果說 美國 出現阿富汗這類的亂局 所謂這個叫出賣朋友 很多人都為美國 現在說漢 他們都算是人之以盡 幫了你 阿富汗20年 自己都搞不定 扶不起的阿豆 關人什麼事 如果這個講法是真的話 準確的話 當年 南越都是這樣 都幫了他很久 最後都是 瘡亡的離開 其實你說國際政戰 就是這樣的 我經常都這樣說 你說道義 當然是 是重要的 或者說 雙近的價值觀 他為什麼要幫你 為什麼要派人去 派自己的子弟兵去送死都要幫你 跟價值觀有關 道義有關 但是更加重要就是利益 當年 要幫這個南越的政府 儘管他是多麼腐敗 多麼磨狼 多麼獨裁 都要幫他 原因就是他怕 在這個東南亞 造成骨太的效益 一個國家 就是共產黨 拿權之後 他就覺得 整個東南亞都會赤化 於是在那裏 要 消滅於盲牙狀態 其實這個是利益的問題 一個戰略 地緣政治的戰略利益的考慮 如果再說遠一點 他也出賣過蔣介石 很明顯 大家記得 在美國也有討論 誰失去了中國 這個話題 當年 是一個 本來就覺得 應該扶植 蔣介石 是用來押制 中共奪權的 後來他發覺 不是 似乎在戰略上面 需要有些轉移 於是就 移話不說 跟蔣介石 說再見 南越政府一樣 今天阿富汗都一樣 在戰略的 利益的考慮上面 究竟 他 繼續打下去 有沒有機會 首位會贏 有沒有機會會繼續維持 如果沒有的話 就一樣要說再見 台灣的情況是怎樣呢 到今天 如果從阿富汗相比 台灣的戰略 的價值 戰略的利益 遠遠高於阿富汗 阿富汗你還留那麼多人在做什麼呢 華茲利 特利班 回來 仍然繼續去 實行一些原教旨主義的最嚴 嚴厲的 伊斯蘭的 法律 關我什麼事 他現在今天那個戰略的 重點的轉移就是去這個印太地區 台灣 在今天來講對美國是重要的 對美國是重要的 不過有一點我自己覺得很 令人很關心的 在美國的全球的戰略價值來講 可能都維持很長的時間 台灣 是重要的他的 他的目標他的精力要擺在這個 就是亞洲的地區 用來對付這個中國 我相信在 就是 我們可見的將來他仍然是 這一種政策 不過不知道幾一年之後 又可能會有一個戰略轉移 就好像 當年 放棄國民黨放棄這個南越政權 今天放棄這個阿富汗一樣 不知道什麼時候你可能會是 幾十年之後的事都不頂 不過就是政治 國際政治的東西 是什麼 是怎樣的呢 是沒有人預測得到的 所以我就覺得 是不是今天的阿富汗 明日就變了台灣呢 沒有人知道是不是 沒有人能夠實牙實恥 譬如拜登所說 我們對待台灣的 情況 如同對待我們的盟友 譬如南韓和日本 是不是 說完 100% 直到永遠呢 這個世界是 不會直到永遠的 所以這個就是 時刻要警惕著 有些戰略形勢的變化 無論如何你要靠人的話 有些事情 在人屋簷下 你又要低頭了 雖然 所謂屋簷下 要受到人家保護 這件事 是台灣今天面臨的處境 很難改變這個局面 好了今天暫時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支持我的濕靜有法國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呢 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這個Lot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 有些片 即是美國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Lot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例如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Lot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LotVPN 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 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家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幾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之前 正在閉上 觀眾朋友 有好用的 大家お待кам 我們CUE 我們CUE